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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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所谓的便宜的票价有可能是现金的 有可能是里程的票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我们今天第一则新闻是饭店新闻 我们先从饭店开始 因为航空新闻其实今天还是有点多 饭店今天只有一条 就是巴黎的复风洗牌灯已经要在月底要开幕 但是目前从3月10号开始有些市营运 这个市营运 我是没有去 我知道有些朋友很想要抢头像 但是我自己是不太喜欢抢头像 因为刚开始的服务 或者刚开始的很多流程都一定有点问题 但是通常在前第一个礼拜 常常都会比较 可能应该说一些硬体 可能都还会比较状况比较好 然后可能过两周之后开始cost down之类的 所以这是一个取舍 对 那我自己是觉得 我不会去抢头像 然后第二个它在巴黎 巴黎实在是有点远 那它的我先报一下它的现金好了 它现在这个价格 它是一个浮棚 然后它的现金价在台币5000块以上 我刚刚这个价格就非常幽默 那点数的话是在万好点数的21000点 折合台币大概也是快要5000 所以我只能说了 现在在台湾北住的人非富即贵 或是说在台湾现在你愿意出去住的人 真的是很厉害 那这个机票如果你能买要便宜一点 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出去玩一下 我真的是可以出去玩一下 因为这个巴黎浮棚起来灯 第一个它还是浮棚 它还不是起来灯 第二个它在巴黎 然后第三个它适应 因为它可以卖到5000 5000你应该快可以去高雄出走几了 所以我也不太懂这个价格定是什么意思 但我觉得应该还会在动态调整 之后不可能是这么高一个价格 我们看一下北投亚乐圈 其实当年的价格 疫情前可能也是2000多到3000左右 最多到3500 那巴黎 那又是一个更可怕的地方 但因为我很少鲜少跨过这个原山 我自己都觉得那边就是对我来讲比台中还要上下 但是我不太确定这边的整体状况是怎么样 那有些人有回报 说什么早餐还不错吃什么的 但我觉得看看就好 因为等你去的时候早餐好不好吃 那那个时候再说 好 然后我刚刚突然想到第二则饭店新闻 第二则饭店新闻算是一个笑话 就是阿里山的英底格 因为我没有在 我手稿里面没有 所以我就直接讲 阿里山英底格最近有上新闻 然后最近有人民众说 他一晚花了6万块 我老实说这个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笑的 就是怎么会有人在结账的时候 还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 那如果你应该应预定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告诉你说 你花了多少钱 甚至还会把它圈起来花起来 所以现在你结账的时候才会发现说 你花了6万块钱一个晚上 我觉得是有点夸张了 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在英底格花那么多钱 那当然其实英底格 阿里山对英底格真的是贵到一个库把 真的叫贵到库把 这个基本房 我印象中已经是2万3万左右 那值不值得 我个人是觉得不要去 我个人是建议不要去 因为如果你在2万3万的话 我推荐你例如说 这个别府周记啊 或是什么 别府周记大概现在也是2万3万吧 如果你脸书定还更便宜了 所以我不太确定 为什么有人会想要去阿里山 看铁皮屋 因为那个所有的房间都有一个共同的景 叫铁皮屋景 因为它附近看起来 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美丽的一个周遭环境 那如果你想要那种 仪式独立的感觉的话 我推荐了花莲的泰鲁格金银 那个也是大概是2万3万左右 但是你可以住得非常不错的房型 然后感觉更好 而且旁边都是峡谷景 这个 去阿里山看铁皮屋要干嘛 我不太确定 那如果你可以花6万的话 老实说 我上一次的去巴黎岛那一整趟 应该也花不到 应该是花不到 大概不到4万吧 可能 其实我实际化大概是2万5左右 但是 因为有些是我之前已经付的成本 包括买点数或什么的 所以 大概其实也是不到4万 但 就 我就觉得蛮可怜的 就是 能够出国就出国好不好 就是大家 然后也不需要一直在 想说什么 机票好贵 我们今天在结尾部分 会告诉大家一些 机票好贵其实是个假象 那为什么是假象 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说 好 然后再来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则饭店的 不确定是笑话还是新闻 对 这个预定的时候 应该就要知道的事情 那也是不推荐这间饭店 因为 真的是太贵 真的是太贵 它硬体再好 我真的也都不觉得 这一件事值得去 而且如果你是这么好 你应该会挂轴记 你应该会挂什么 更好的品牌 也没有 你可以挂六扇 什么 没有 你挂英迪格 有趣 那清井泽 英迪格 还有很多地方 英迪格 我觉得你都可以考虑 说不定你还全家都可以一起去 6万块的话 对 真的是不必 大可不必 这一间我原本有订 但是后来我也是不太想去 因为对我来讲 阿里山比东京还要远 这样 好 然后再来 我们就讲一下航空的新闻 航空新闻 我这边要先 上一周有个口误 但是没有人纠正 但是我后来发现 是我自己的问题 上一周我们非常大的篇幅 在讲违真航空 那我们今天会继续 接续这些新 接续这些违真航空相关的 兑换表格去继续讲 再来就是 我还是推荐大家 其实可以去往前面听 虽然我知道新闻 对很多人来讲 会觉得说 我这一周就要听 这一周不听的话 可能下一周就过期 但是我们的航空的新闻 跟饭店的新闻 其实应该是 应该是两三个月内的 都不太会变 通常越急的 我都会越放在越前面 就例如说 我们要登记 登记登记的 然后都会放在最前面 所以大家可以 都可以往前去听听看 这样子 因为饭店通常都是 三个月三个月做活动的 然后像一些 卖机票的 可能它会是 卖下半年的 那这个期时间 有时候走期很长 所以不需要 不需要说一定要 这个 就是直听最新的 我建议前几集 有些都可以去听一下 而且我也不小心 会塞了很多 知识点的东西 那你可以去听听看 对 像今天讲的 这个维珍航空 就是接续上周的东西 这样 那上周 我讲说 维珍航空 疑似没有办法 换华航了 那经过一些 小精灵的帮助 来自于 这个 花航的小精灵帮助 那确定说 其实花航并没有 去做这件事情 花航并没有 锁所谓的 维珍航空的 离产票 那是 维珍航空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 就查不到 所以如果你现在 你现在在 在等说 上周 好像小杰说 这个兑换表格 非常的不错 尤其这个 1500里 以下这个 商务商只需要 21500里 你觉得它挺赞的 那我觉得 你可以再等一下 对 那因为在近期 那维珍航空 不知道是在维修 还是什么东西 但是目前确实 维珍查 华航的票 是几乎没有 我说几乎没有 大概 我是几乎没有 看到 对 我有零星 看到那几张 但我不知道 开不开得了 因为 就我所知的 这边 华航并没有 对维珍做 任何的处置 但是维珍就查不到 所以现在 如果你要开 华航的话 要么就是用 Flying Blue 或者是用 这个华航自家 另外一个 就是用Delta去开 这样 那我建议 这边是 补充一点小知识 如果你要查 这个华航的里程票 比较快的方式 其实是从Delta去看 因为Delta 是可以直接看一个月的 这是可以 直接看一个月的 然后你确定 有的票 那你再去 例如说Flying Blue 或者是维珍 去换 这样 维珍目前是查不到 那如果你会问我 那这样子 那我可以用Delta 如果我自己有 这个华航里程 那我想兑换华航 那我要去Delta看 我建议也是可以 但是华航对自家的 这个放票 也会放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 也是一个考虑 因为毕竟 这个 Delta这边的 看得到的位置 是华航方位的 自集合 就是它只是一个 一部分而已 所以如果Delta这边有 那基本上 华航自家兑换一定会有 好 我知道这边有点绕口 就是一个 Delta的网站 还蛮顺的 然后有这个月 有这个每个月去检视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 或者是Flying Blue 也可以 但我自己 比较推荐Delta 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维珍航空 那维珍航空 还有一则悲惨的新闻 另外一则悲惨的新闻 就是维珍航空 以前在加入Skyting之前 那它是兑换 ANA头等的一个 最佳选择 什么说呢 从日本到美西 原本的头等 只需要11万里 只需要11万里 那现在呢 改成14.5万里 所以其实多了三成 原本 因为这个之前 其实 虽然说之前 维珍它并没有 加入任何一个联盟 在3月1号之前 但是它就有一些 合作的一些 有一些合作的航空公司 因为像以前 那个阿拉斯加 其实我们常常拿来 换这个国泰头等 或者是日航头等 不是我们 它们 我没有换过 自己没有持有 阿拉斯加的里程 但是后来 也有一些 做一些调整 这样子 所以我只能说 择一时比一时 你现在知道 最好的里程计划 也未必是 你未来最好的里程计划 所以 这个可以承接 我在前几天 有上了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久的一集 实在讲 新宇航空联名卡 所以如果你现在 在累积里程 或是你正要累积里程 或是你觉得好酷 好有趣 我建议你听听看那一集 那一集非常的长 但是里面的 里面的知识点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的 没有到很密集 但是非常非常多 那基本上建议就是大家 如果你要入坑 那你的消费额要高一点 等等等等 那里面有一些事算 好 所以基本上 就是里程计划说改就改 里程计划只会贬值 不会增值 没有 几乎没有增值 只有疫情 疫情结束这段期间 有增值一下 但也大概只增值一成而已 它不是黄金 不是股票 不是台积电 所以 大部分都是不断 不断 不断的在贬值 那不建议大家 大量去囤 不管 尤其是一些 不太常用的航空 包括像我对于维珍 我对于阿拉斯加 这个我不常用航空 我就是 不会去多存 那现在这边就有个悲剧了 就是 维珍航空兑换 这个ANA的 这个头等 是大幅的增加 增加了将近三成的 需要所需的里程数 这样子 那这也是头等的部分 商务跟 商务跟这个经济 目前是没有改动 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 老实说 这个头等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想大 或者是每个人都能够大到 但是目前 商务跟经济都还没有动到 我觉得是 还不错一件事情 这样子 就是 目前维珍航空改表 只针对了 ANA这边的头等 去做更动 但其他部分都还没有 好 那这边就是 维珍航空就在那边 告一个段落 那如果你 对于维珍航空不太熟悉 可以去听 我们上周一的 同样一集 也是一个新闻的 试播集 那我现在都有把一些 detail打在标题后面 你比较方便去查找说 哦 原来在哪一集 曾经讲过什么话题 这样 好 那再来 接下来就是一堆 这个 算是航班的更动 因为最近 我也收到一些信 就是可能从三月到十月 这段期间 得一些直飞的航班 可能有一些时间上的更动 大家务必要注意 其中包括了新宇 新宇的话 我自己手制的是 曼谷跟大阪都有改时间 那曼谷是提早了 大概半个小时 然后 然后另外一个大阪 好像直接拉 好像就往前拉了几小时 所以我这边 我这边就不一夜爆出来 因为真的 因为真的太细节了 太多了 那这个大家自己 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搭 最近几个月 有搭乘这个 一些航班的话 一定要看一下时间 因为最近 我觉得改的很多 很多 一定要再去登录一次官网 然后查到票 不要用你这个什么 email里面 email它寄给你 就不会动了 然后那个时间更动 有时候也不一定会寄给你 所以不管你是从哪边的 我建议你都从官网 再查一次时间 这样 蛮重要的 因为你有可能 有这个机场接送 或者有一些 其他的安排 你可能要去做相应的更动 那这个其实蛮麻烦的 所以大家请注意一下 就是你现在到年底的 这个机票 基本上很多都动了 那请去注意一下 正常来说 它会寄简讯 或email给你 但是以防你没有收到 以防你自己就是 不小心已读了它 或在垃圾行程里面 那还是去查一下 这样 好 那其实在强容的部分 其实改非常非常多班 可以改非常非常多班 例如说 像 像我记得布里斯本 好像从一周四班 砍成一周三班吧 这个是下半年 从三月到十月 这个班表 然后还有一些 大阪跟东京 我印象中也有改 那但是这个改的幅度 就没有像新宇那么大 但是多少都有一些 时间上的 时间带上的更动 这样子 大家真的请务必注意 好 然后再来 就是这个 我想再讲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蛮有趣的 这个是一个新的功能 是来自于长河航空 那长河航空 其实现在推出了一个 竞标升等的一个活动 那我先跟一些 比较不知道竞标升等 是什么的人 大概简单讲一下 竞标升等 就是假如说 你先买一个经济仓 可以竞标的一个仓位的话 仓等的话 那你可以去 在这个出发之前的 可能几个小时之前 可能是五天 三天到五天之前 然后去出价 这样 然后你出价 然后就加高者得 加高者得 你就可以升等 也就是说 他会在这个开放之前 他就会在这个 起飞之前 某一段时间 然后供大家去做竞标 那在国外 其实有一些航空 已经实行好一段时间 那目前这个 长河空也是正式引进 那我觉得这个 还蛮有趣的 这个实际上 会怎么样子 从哪一天开始 然后竞标的状况 是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 稍微关心一下 但是这就是一个 还蛮有趣的一个活动 那对于 如果你是买现金票 你想搭商务 常常可以直接用竞标 另外一种是 这是一个消息点 但是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说 今天如果常用航空 可以透过竞标升等 去把商用舱给卖掉的话 那是不是对于 可能里程票 放票可能又会 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大方 所以这个也是 可以值得观察的一个点 这样 因为如果他可以用现金 这个升等卖掉 竞标这个 竞标升等卖掉的话 那我觉得 我是常用航空 我一定会放的少一点 所以这个 我觉得大家 就是可能 也不需要囤太多的 常用航空 因为我知道在疫情期间 这三年其实最强的 应该如果我们是 辈子台湾最强的 基本上就是 常用航空的里程 因为他对自家放票 非常非常的大方 然后这个票也非常非常多 可能一般就放了九个位置 然后可能商务 常会放四个以上 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疫情后 目前看起来 有狩猎的迹象 然后迹象而已 有狩猎的迹象 然后这个竞标升等 不知道会不会再影响到里程位 所以大家自己再 稍微考虑一下 所有的里程 不管你当下多好用 当下兑换表多好 说改就改 说变就变 而且他也没有什么 三个月之前要通知你 没有他 今天改明天就可以变 就是这么坏 所以 这是里程世界的一个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实际面 也要让大家知道 然后再来是最后一则 是最后一则吗 有一个汉莎 我们上一个礼拜 有讲一个汉莎的 头等舱 上周我非常非常 简单带过 原因是因为 在上周录的之前 我才看到这个东西 我这周刚好 不小心点到 YouTube的影片 然后包括什么 Sam 或者是The Point Sky UK 之类 他们就会去开箱 目前这个产品 还没有推出 这是汉莎的头等舱 它即将会配备 在A350上面 预计于2024年 会要Launch 就是会发布 这个产品 这样 2024年 其实就明年 所以蛮快的 那这个头等舱 厉害在哪边呢 我先讲 这个头等舱 产品名称 叫做First Class Suite Plus First Class Suite 其实现在 现在其实大部分的 商务舱的头等舱 高级一点的产品 都很强调 所谓的隐秘性 隐蔽性 这样 就是它不太希望 就是被别人 所打扰到 或者是被别人看到 所以很多的航空公司 在这个未来的 比较未来的产品里面 可能会是走 繁衣果 或者是走一些 可能门会比较架高 或者是可以 基本上 基本上是可以 把门关起来 这种商务舱 或头软舱的 这种 算模组吧 算这种模组 因为这个其实 还是飞机制造商 给他们选项 这也不算是他们 不算真的是 他们制造的 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 在未来的这个走向 其实会越来越 自闭 以前我们常常会看到 什么222的大板凳 你可能隔壁 就是一个陌生人 这样 然后或者是 大卫星云航空的 321NEO的话 那它的商务上 其实是2加2 就是2走到2 这样子 那其实你跟旁边的人 就是手肘 手肘是不会捧到 但是你手 有时候要拿同一杯饮料 的时候就会 就会不小心摸到 就会有点哈斯卡系 所以我自己是 不太喜欢这种产品 因为通常在这种人 隔壁有一个人 情况下我就很难 去工作 或者是很难去睡觉 这样子 那我要出去的时候 我又会觉得说 我会跨过人家 或者是 拿好到人家 所以老实说 我很讨厌这种产品 那未来的这些产品 其实都越来越走向 这种金色 就像一个 一个K数中心的感觉 就是越来越隐秘 这样子 这是一个趋势 那这个 汉萨头等舱产品 我觉得跟这个 新航的头等 我觉得都蛮有趣的 新航的头等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去看过的影片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套房 可能是比 比你在这个 台北市住的 这个套房还要大 没有那么夸张 其实它里面就是一个 印象中是 有点像单人床 那一个大小 但是毕竟单人床 在飞机上 还是一个 很酷的一个设施存在 对 但是在这个 汉萨的航空 它的这个床 是比那个新航的 还要再更大 而且它前面 配备了一个 43寸的荧幕 43寸的荧幕 超级无敌大 然后这个床 它的宽是126公分 126公分 那其实就是 其实我现在睡的床 就是这么小 或这么大 看你要在哪边 如果你在地面上 这算小 在空中的时候 这个床就算是非常非常大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 是在商务场 一般的那种产品 其实我们那个宽度 可能只有 可能只有70公分 其实我们躺的时候 宽度其实大概只有70公分 而且那还不是一个真的床 那只是一个椅子 然后倒下来 就变成一个床 这样子 但是这个 这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酷 而且它的 它的隐蔽性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而且它在这个套房里面 头等的套房里面 还配备一个平板 还配备一个平板 你可以用这个平板 来调这个光线 很像那个台北市民酒店 我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种那种感觉 因为台北市民酒店 也是一个非常局处的一个环境 然后它就附了一张床 这样 它房间里面 只有一个设施 就是床 跟一个平板 这样 我觉得这个汉莎 就有点这种感觉 只是它配了一个43吋荧幕 而且它在头等 它在飞机上 就会觉得 好酷喔 市民酒店 这样子 对没有 这开玩笑的 但是基本上在这里面 在这个地方 它的隐蔽性多好呢 我说隐蔽性就指说 别人走来走去 其实你是不会感受到 它的这个门的高度 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其实头等仓 它对有开关的门 有可能配戴 像是那个 阿联酋的头等 或者是 新港头等 其实都有这种 开关的这种设计 那这个门呢 它说是高达70寸 70寸其实 已经快要是 快要是一个人的高度了 对不对 乘以2.54 那这个 它说这个门的这个高度 高达70寸 已经是A350 可以装的最高的门了 就是它没办法再高了 70寸没办法再高了 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的 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非常非常舒服 营救于在一个人的环境里面 那这个空间有多大呢 这个空间在里面的空间 大概你可以容纳四个人 四个人中间还有一张 就是桌子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在里面容纳 大概四个人 四个人都有那个位置可以坐 我觉得它设计蛮有趣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产品 这样 那至于这个产品 未来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很值得去兑换 或什么的 我们可以再观察 并且2024年的时候的事情 这样 那同时汉莎也有 设计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产品线 头等 毕竟不是每天 每个人都可以搭 那商务呢 我觉得可以 自己是觉得他们商务 我觉得设计还蛮不错的 我是蛮喜欢的 再来是豪金 跟这个经纪厂 那豪金的话 其实豪金是个蛮诡异的存在 因为在这个汉莎的 A350的豪金里面 他们的那个椅子 如果你今天想要 稍微躺下来的话 它不是 它是牙科椅 所以它没有 它不是像你在经纪厂的时候 你就是 或者在高铁的时候 你就按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椅背 这样磕 然后往后面靠 这样子 不是 它是浮下来的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反正它其实那个椅背 椅背不是往后靠 那如果豪金厂那种 那种 如果你要想要躺 稍微躺下来一点的话 你就会变成 你的椅垫 你的坐 屁股下面 那个椅垫会往前挪 那你的脚就很容易顶到前面 所以反而是 他们的豪金厂的产品 我觉得很诡异 就是 其实很多的 华航的 有些 有些的豪金厂 我记得也是长这样 对 但我就是 不太喜欢这个位置 我是觉得 如果我今天要舒服的话 我宁愿可能 做经纪厂的窗边 可能会比较舒服 因为我至少可以 真的往后靠 这样 但是这个 我在 虽然是觉得说 豪金不太好 但是这个经纪厂也 越改越薄 说不越改越薄 是那个椅背 越改越薄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那个 理解我的意思 其实从 原本的777 后来是A350 其实大家都越来越 把那个 经纪厂的人数 越塞越多 越塞越多以外 那个椅垫都越来越薄 虽然说这个 舒适度 不一定会 下降太多 他们也是在 这个椅垫上面 可能有做一些加工 或者是 尽量符合人体工学 等等的 但是椅垫真的是很薄 所以很不吸震 我不知道他 懂不懂我的意思 就是 今天如果有什么状态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那个椅垫快断掉 那种感觉 有时候 反正我就觉得 现在真的是很可怕 现在真的是很可怕 那个经纪厂真的是 比薄的 如果你其实从侧边看过去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那个椅垫会不会快断掉 真的 那个椅垫是比高铁还要薄 高铁的椅垫 高铁是很舒服 很舒服的 以及超级无敌大 但是现在 这个汉莎的经纪厂 其实也就是 未来的经纪厂 那个写照 虽然说你的 这个椅垫空间是够的 但是那个椅垫很薄 所以你这个 基本上 舒适性 其实还是 只会越来越差 老实说 就是跟 以前的 其实企业 或什么比起来 你一定 舒适性会越来越下降 所以这告诉我们 什么事情 就是要多赚一点钱 尽量往前做 尽量往前做 你只赚到淘金还不够 你最好可以赚到 商务厂以上 大概就是这样 反正 现在分享一下 汉莎的这个产品 详细 其实你可以去 打去 去YouTube找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测评 这样子 对 算是review 不算测评 对 因为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好 那这个就是汉莎的 新的350舱的设计 然后即将在2024年 发行这样 那刚刚的 这个商务舱 是2023年年底 就会有发行 一些新的产品 预计会在这个 7 应该是777 跟350 里面会有 这样 好 那接下来呢 是一些这个 一些旅游的 小通报 还有一些近期 我查了一些票价 这样子 那旅游的小通报 今天就是 第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曼谷机场的 这个出境 就是 也就是你要 离开曼谷这个时间 我建议你 大家还要拉长 因为真的排很久 这个我在 1月的时候 就已经排了 将近一个小 一个小时 不是将近 超过一个小时 那这个情况 还是我可以 优先拿到登记证 那如果你没办法 优先拿到登记证 你一定要就是 慢慢排 排那个经济舱 拿check in的地方的话 那也会排更久 所以总而言之 在曼谷这边 大家都还要提早到 建议三个小时 建议三个小时 那曼谷的免税店 说好 好逛吗 我也不知道 但我是一直觉得 还好这样子 有人觉得好逛 也觉得不好逛 但就是 在这个移民官 跟这个护照查验 这边都非常的久 真的叫非常的久 而且他们是会卡到 已经会逆向赌回来 就是 你就把它当雪碎就对了 但是没有高层在管制 就是真的 一路赌到这个台北 一路赌到这个 安检的那边 安检甚至直接 不让你进去了 就因为你现在在进去 你也没办法征照查验 所以它就安检 那边直接挡起来 等对人流过去之后 它才会让你安检进去 这个还是一月的时候 但现在已经几月 现在三月 现在丝毫没有改变 现在为什么会知道 这个事情 是因为新宇航空 直接发了一个公告 就是说 因为近期泰国 BKK的机场 出境人潮拥挤 旅客与移民署 震照查验耗时许久 危降低无法 顺利搭击的风险 进入旅客 与起飞三小时前 抵达报道 柜台报道 这个是官方讲的 虽然我知道有些人 可能觉得说 我在想想 这听听就好 或者觉得很紧张 但是连官方都这样讲 你就知道有多紧张了 是真的 请务必 那就是多一点 提早到BKK 那DMK好像还好 DMK好像还好 就另外一个 大部分是连航飞的 这个万国机场 听说是还好 但是BKK 非常的久 要准备好耐心 真的要准备好耐心 好 那再来的话 还有一些航班 还有一个航班的跟动 刚刚没有提到 是库航 库航其实原本在台湾 如果要飞往东京 的话 因为它是第五航权 从新加坡台湾 台湾东京这样子 或者是台湾北海道 这样 那这个航班 从台北往东京的 第五航权 由库航直飞的 在第二季 就是三月底到五月底 的班次 有两班 合为一班 有两班 合为一班 也就是有一些 班机的改动 也就是如果 你在最近三个月内 要搭这个库航 你的航班 一定有被改 很高几率 有被改 那即使你的时间 没有被改 机型也会 也会改 印象中是从 320改成787 所以这个座位上面 也会 可能会需要重调 如果你已经有 预先选位的状态的话 所以其实 纵观不管 是刚刚讲的是 新宇畅流 还是现在的库航 都改非常非常多了 这个华航是 可能身边人比较少 大华航 所以就比较少这个消息 但是基本上 大家的票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要讲这个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便宜机票的部分 那今天其实 没有什么便宜机票 这个便宜机票 可以去听前进机 那些票全部都还活着 那当然有一些 例如说从什么 一些太不实用的 我可以讲 但是有些真的是太不实用 例如说 从吉隆坡出发 然后搭土航 到欧洲 这样子一张票 可能是 经济商可是2万多 然后商务商大概7万多 有人说商务商 这样的很贵吗 这样算是有特价 但是要去KUL 要去吉隆坡 不太确定这个是好不好 因为它毕竟不是 像是之前 我们一直在 一直在讲的 那个什么 日本的一些外占票 应该说东南亚 东北亚的外占票 这样 然后所以我觉得 它使用性没有那么高 我就没有讲 那还有其实还有很多 从香港发的票 也都是特别特别的便宜 大家也都可以去查一查 那大部分都是往欧洲去飞的 大家关键字大概就是 香港飞欧洲的特定航空 这样 那航空国是蛮多的 你就是说什么瑞士航空 新加坡好像也有几张这样 然后土航我有点忘记 对其实基本上就是 不外乎就是从香港发这样 然后到欧洲 大概票会在1万6到2万左右 经济舱 这样来回 所以确实是很便宜 但是有没有便宜到说 你要再自己买一个台港线 那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现在台港线 大概是在9000左右 如果你现在最近有搭 国泰长荣跟华航的话 大概是在 大概在9000左右 那如果你愿意搭 这个HX 应该是香港航空 大概会有6000这样 那有时候会有一些特价 可能会降到4500 但是合余不可求 所以大家就是自己 稍微顾一下 你自己的旅行的成本 那我不会那么喜欢 一直强推外战票 因为有时候那只是比较炫技 但是像是这个基隆坡发 然后经过台北 你可以停留 你可以这种停留的 那我是觉得很赞 那刚刚我讲的那个基隆坡 基隆坡 然后经过土耳其 飞往澳洲 那个是不能停留的 那完全就是转机票 所以我觉得 那个就蛮麻烦的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一些便宜的机票 那我自己是觉得 不太有意义这样 那最近因为我有需要 所以我就查了一些票 我因为看了这个 黑暗荣耀之后 我就觉得 哇 这个韩国好像有蛮多的地方 我有点想去 所以例如说 像那个围棋的公园 我就很想去 所以后来我就查了一些 这个首尔票 我发现首尔票 比较惊人的便宜 所以大家为什么一直要去日本 收入票来台北釜山 8557 直飞 就是大航航空 大航空这一段是用 A221 这个飞机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个飞机 你在台湾是达不到的 A221 这是大航空 不到9000的价格 然后是直飞 当然那上面的餐就还好 有富有泡菜 我印象中 那如果你是要搭华航的话 是11000 飞福山 飞福山 福山的代号是PUS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是台北首尔 应该很多人都会喜欢去首尔 像我们听众一个 很多人喜欢去首尔 那这边来给大家一些价格 韩亚跟大韩是1万块来回 1万块 1万块那我去日本干嘛 就是 就是懂那种感觉吗 就是 如果虽然说 可能大家还是比较爱日本 但是现在日本的价格 实在是有点无敌贵 那不如你就转着去隔壁的韩国 可以稍微集结印 这样子 1万块的 韩亚跟大韩 多赞 等于是你新萌 跟这个Skyteam都有 很爽啊 然后再来 如果你是要搭华航的话 1万2 那如果你要搭 这个其他的长荣啊 什么的 我印象中 大概是1万3 1万3上下 这样子 对 那如果里程票的话 其实非首尔的票 我个人是觉得还算好换 好 那这就是韩国的部分 就是 好像你也不太需要特别 特别的执迷不误 一定要去这个 东 一定要去东北亚里面的 这个日本这样 东北亚还有另外一个首尔 也是一个 应该说韩国 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部分这样 那其实东南亚部分 其实票价也没有到特别贵 如果你认真找的话 长荣大概1万3 可能可以飞一个曼谷来回 新加坡可能是1万4左右 其实都可以飞到 所以你想一想 这个现在动辄 我们现在就来讲 这个日本的价格 日本桃园成田的话 最近最便宜的价格 是1万4500的国泰 就我们前几期一直在讲的 在新闻一直在讲的 这个国泰第五行权 那时间不是最好 那但是还可以 还是还可以 那价格是 打的是最低的 1万4500 为了要抢市战 但1万4500 我觉得这是 如果你今天是 如果你今天是南部的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记得高雄也有在飞 又开始飞成田了 所以可以考虑 那如果你中部的民众 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桃园飞成田 那我先把这个 每一家都报完 这个桃园成田 1万4500 然后长 1万4500 是国泰 然后长荣是1万6 华航是1万6500 这样 那新宇航空的话 印象中是1万7 在新宇航空 在联明卡发行之后 又调涨了部分的价格 那这个是很隐性的 它调一点点 它大概调的5%到10%而已 非常非常的少 那通常调的航点 大部分都集中在东南亚 那东北亚调的 比较比较比较少 因为其实东北亚 我觉得价格已经到了 一个要降的时间 个人觉得 我们不是股市节目 但是我个人觉得 它应该是要准备要降了 因为 国泰打进来 然后库航打进来 然后大家可能也 慢慢的在震板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要 该降了 我觉得没办法支撑那么久 再来 刚刚是非产典的票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松山雨田载的话 松山雨田 现在价格也降下来了 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票都2万2左右 现在已经 长荣16,300 华航16,400 全日空16,900 日航17,000 所以你发现 其实都已经降到 18,000以下了 那如果你 这个年初 我们有一个 盘子老师 这不是盘子老师 因为那个时间 他买的时间比较差 然后就可能买到了一个 2万2的票 据说他的同事 买到了一张2万8的票 我都不知道买 怎么买的 算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 就是 但是 有时候 还是要稍微 善用一下里程 你就可以买到一些 比较便宜的票 不过如果你是现金载的话 目前松山雨田 已经都已经开始在降价了 那这个价格呢 以上报价格 大概都是从 现在大概 三四五六七月左右 大概都是近四 第四个月的一个保价 当然 我有跳过一些 例如说樱化剂 这一定是炸掉的价格 这种炸掉的价格 我就不会把它列入考虑里面 那基本上现在价格 我觉得都开始降了 如果你今天手 你今天非辅三八千多 非首尔一万 非成田或雨田 一万四 一万五左右 我觉得好像大部分 已经回到疫情前了 但是呢 这个连航 连航没有比较便宜 我刚刚全部都没有 讲起来连航 你怎么发现 因为我每次点进去 不是我不查 而是每次点进去 我就想说 一万零八千 哇 这个是华航吗 这么便宜 就干 结果是酷航 不是 结果是什么 乐陶 结果是虎航 如果你最近有在查票 你就会发现说 你能看到一个五位数的价格 结果你点进去发现 是连航的感觉有多差 我能又再加个三千 然后去做一个 传统航空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 不是说我没有在查 而是每次查 那个价格都很荒谬 如果你没有跟到一些活动的话 连航 我个人都觉得 大可不必 我真的觉得大可不必 这样子 那这是个人的感觉 那如果你可能 有一些预算上的需求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连航 这样 那记得要把行李加进去 然后还有一些时间上的问题 因为大部分 连航的时间都很差 好 那这边 其实今天这一集 就差不多会讲到这边 那最后我会再用一个例子 就是最近有一个某老师 某这个指挥斗朔老师 想要去明谷屋 那明谷屋最近的票 有人想说 这个明谷屋怎么去 以前是不是都有直飞 但现在这个直飞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糟 虎航航好像是下午四点再飞 那剩下的就是一些连航 那一些连航的时间是凌晨 好像虎航有飞吧 都是凌晨的时间 那这个票价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对 那我是觉得大家也是不用执迷不悟 一定要限在这个时间点去某个地方 其实晚个两个月 晚个可能半年 我觉得这价格一定会降下来的 因为现在日本卡在很多的状态 第一个是日本现在国内 还有他们的国旅的promotion 所以其实他们政府为了这个补助他们 那这个房价其实是很贵 不止机票 不止机票 然后现在大家都开放了 所以大家大量的观光客 也涌进这个日本 那虽然说现在中国人还没有开放 但是中国人也是应该是即将要出荣 所以听说是五月 但是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觉得 大家要把握现在这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的旅游的品质 应该还是会比两三个月好好 虽然没有两三个月前那么好 但是还是 我觉得大家就 就花一下吧 好不好 就是这个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历史一刻 应该之后是不会找这么贵 这样 对 那有些航点 因为现在大部分台湾直飞美国的话 那跟着直飞日本的话 大概都还是以大阪 跟东京为主 那其他的辅助的一些航点 有慢慢在恢复了 包括像是 那个不是青城 是仙台 仙台的话 川荣跟新宇都有飞 这样 但是这个班次印象都是daily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要飞什么明古屋 你是什么北九州 或者是四国金刚 这种的 那你可能要再稍等一下 或者是我的建议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就飞到一个比较近的城市 例如说你要去明古屋 你可以先去大阪 这样子 那第一个是大阪 时间也会比较好 第二个是 你的贪心也比较大 你真的改变计划 你也可以去大阪周边的城市 这样 那如果你真的还是 执迷不不想去明古屋 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大阪过去 这样子 对 就是现在的话 你真的要进日本的话 第一个很贵 就是刚刚讲 就真的很贵 第二件事情就是 那个航班 其实并没有所有的日本 航点都有付费 这样子 或者是班数很少 班数很少 可能就会让你 比较不好选班 这样子 所以最近的旅游成 旅游的成本 绝对是比以前上 非常非常多 那如果没有 没法用使用里程 或者是你的假期 比较不弹性的朋友们 那你可能就还是要 多花一点银蛋 然后好好的 这个体验一下 这个 难得意见的 非常非常贵的票 这样 那我是觉得应该 下半年应该会再 再稍微恢复一下 这样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 还是不小心讲了 非常非常的久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 那好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到Instagram 或者是我们的 所有的社群上 帮我们支持一下 那也别忘记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按一下 五星好评 这个五星 其实是每天都可以按次 然后它会在 它会分别 分别计算 这样子 对那如果你真的 喜欢我们节目 也真的可以跟我在 Instagram上面交流一下 或者是 你可以donate我们节目 支持我们继续做这些 吃力不好好的节目 呵呵 好啦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我是小杰 我们下期新闻 事播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